我是电影辩士 生在民国26年 我是陈锤中 彰化线人 我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两奖时代 那么我是在电影诗家长大的 所以我从14岁开始 我就当电影机师 17岁的时候就当电影辩士 因为电影辩士是在末片时代 在接收电影剧前的一种工作 那么我在那个时候 深深感受到我们当时政府是 在推展经济发展 那么也推展人民的正常生活的娱乐 正常的娱乐 后来当时那个时候的戏院很少 所以变成说到处就是利用大型的建筑物 比方说像融会的仓库或者是工厂 只要说电力可及的地方就可以变成临时的戏院 甚至有些小地方的乡镇 用竹笠巴挥起来 那么留个小门进口 然后观众看完了留几个大门 擅长出场的大门 之后连屋顶都没有盖 那就是很典型的露天戏院 这样就在营业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很缺少这个正当娱乐的场地 后来就是到处就是有一些有土地的人 那么就开始盖起戏院来 那么大概民国34年到36年这个中间就盖了很多戏院 那么本来戏院是给歌仔戏布袋戏批影戏来使用的 后来有了电影之后电影也加入了 在最盛的时候连歌舞团还有那个大型的歌舞团 以及脱衣舞秀都搬上台上来现场来表演 所以那一阵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在正常的娱乐方面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我想说到说我加入这个桃园设计大学 是在99年开始 已经有6年多了 已经成功的开了13次的班 然后呢我是想说从这个开班的这个机会呢 能把我在电影界60年经验的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点点滴滴能够传授给想要 承受想要了解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就在这个课程里面有特别安排一个 就是专业的器材周 来让我们同学能够在器材周 可以得到一些对于电影方面 比较专业的东西 甚至也可以学到一些记忆 那么现在呢我是认为说 应该大家都来关爱电影 来喜欢电影 让我们这个电影的工业能够提升 对于我们国家是有无的 那么大家呢看到电影的一些成果 如果说我们多到西宴去捧场关爱 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影的工业行业 应该会提升甚至于胜过韩国的 之前韩国是在我们的后面 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用心一点 再把它追回来 那么今天能够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谈这一些电影文化 西宴文化非常感激 谢谢大家 谢谢